你能想像真的有惡魔附身的事情嗎 甚至還因為附身奪走了人命 接下來時間帶你回到1980年代的 美國康乃迪赫州 11歲的男童大衛幫姐姐搬家 但是回家之後 完全像是被附身一樣 變了另外一個人 不只發出野獸般的低吼 甚至還有嚴重的攻擊行為 而媽媽找來神父幫忙驅魔 卻不見好轉 因此他們找上了驅魔專家 華倫夫婦 華倫夫婦他們來到現場 巡視了整棟房子 發現在屋子的後頭有一棟古井 而且裡頭就藏著惡魔 當天大衛因為誤闖禁地 才會被附身 而眼看小男童的狀況 越來越嚴重 他們再度起來神父 進行第三次的驅魔儀式 而華倫夫婦說 當天屋內不是只有一個惡魔 而是多達了43個 才會讓男童失去控制 而大衛姐姐的男友厄恩 心疼男童小小年紀 就被惡魔附身 他竟然大膽地向惡魔提出挑戰 而究竟他說了什麼 讓華倫夫婦直說 這真的是犯了致命的錯誤 A man who was arrested last month in Connecticut for murder says that he will plead innocent because he was possessed by the devil at the time he committed the crime 然而這一點串事件 要從惡恩女友家 11歲的小弟弟大衛 開始說起 來吧 來 放我了 想要點點披薩嗎 對 當然 現在要點披薩 恩恩和女友戴比 穩定交往了好幾年 決定搬出去同居 並且準備結婚 女友一家人這一天總動員 出動幫忙搬家 11歲的大衛和姐姐感情要好 搶著當掃帮手 他一到姐姐的新家 就跑到主臥室 看到是張水床 興奮的連鞋子都沒脫就爬上去 在上頭跳來跳去 但就在水床底下 似乎有著什麼在吸引著他 在房外打掃的家人 聽到大衛尖叫聲 趕緊跑來查看 直接男童嚇傻 待坐在牆邊 大衛嚇出了一身冷汗 臉色鐵心地跟媽媽說 水床裡伸出了一隻手 要拉他 要傷害他 那個黑影像是野獸一樣 還說著拉丁語 威脅要偷走他的靈魂 遇到這 家人看了看四周 完全沒有任何異狀 也沒有闖入的陌生人 是孩子調皮 想逃避打掃 但真的只是開玩笑嗎 大衛回家之後輾轉難眠 他一直感覺到有個神秘力量 不斷地朝他靠近 在遠處盯著他看 那一天後孩子接二連三 情緒失控 像是變了一個人一樣 而且情況一次比一次嚴重 讓賭信天主教的媽媽 請來神父驅魔 也找來驅魔夫妻 華倫夫婦幫忙 他們也帶著醫生上門 先對孩子做身體檢查 以及心理測驗 結果完全正常 身體沒有任何異狀 難道真有邪靈惡魔 找上了男童嗎 她亂往亂雲 它是你 誰你是 誰你 死 靈雷 靈雷 因嚴重 變 大卫再度失扣 而且充满攻击性 每个人在他眼里都是仇人一样 他每一拳每一脚都用尽全力 华伦夫妇以及男童一家人 还有二恩 好不容易才将男童控制在餐桌上 但这一次驱魔看不见的那股烈量 远大于所有人的预期 华伦夫妇加上神父 几乎抵挡不住 即使洒了渗水渗油 男童不见贫富 反倒是躁动的力量越来越大 满屋子的恶魔 现场更出现难以解释的现象 就连驱魔的神父都被攻击 困了过去 二恩因为心疼女友的弟弟 这种年纪遭到恶魔附身 很大胆向恶魔的挑战 就在一瞬间 恩和大卫对视之够 恶魔就像是从男孩身上离开 一切都恢复了平静 但恶恩当下看到了什么 让华人夫妻说他 犯下了致命的错误 刚看到在整个驱魔的过程当中 男童完全失控 而且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力量 好几个大人要压住 都压不了一个小男孩 甚至还出现了超自然现象 直到姐姐的男友恶恩 突然走向这名被附身的小男童 对着附在他身上的恶魔说 离开男童吧 来找我吧 男童这时候才终于恢复平静 然而平静的日子没有维持多久 就在几个月之后 恶恩在一场聚会上 和房东起了冲突 他朝着房东猛刺了22刀 而当他回过神来 他已经被警方给逮捕了 但是恶恩施工否认犯刑 他声称是恶魔附身 逼他这么做的 而华人夫妇也表示 他们愿意出庭来作证 让这起案件也成为 美国史上第一件恶魔附身杀人案 但是法官会才行 让他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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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跟女友带比搬离了原本的租屋处 站住在狗狗旅馆上的空房 因为华人夫妻 巡视那栋出事的房子 在后方发现有一口古井 就是恶魔的藏身处 怀疑男童误闯禁地 才会发生怪事 但又有译说 在屋子底下 有一个女巫图腾 可能是撒旦教徒故意留下 才会导致诅咒附身 经历了大驱魔后 华人夫妻总有个不好的预感 会有怪事发生 这次是见过 我名字是Lorraine Warren 我认识是这样的 但有会有一个际上 在布罗凯的房子 她说 我看了一切业业 或一切业业业业业业 她想让我们来说 我会发生了几个事 她说 我看了这事 最悲重的事 我看了 华人和彩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警方接获报案有凶杀案立刻出动前往 就在距离现场三公里外的公路旁看到眼神呆滞的恶恩 原则立刻把他拦下 回过程的恶恩看着自己的双手衣服上都是血 他知道自己杀了人 但下手的不是他 I was totally exhausted I couldn't even stand up I was on this bench and I asked him I said why am I here what's going on what's going on and they said well you just killed your friend I said I did not I totally did not believe it I said you're totally wrong residents of Brookfield were shocked this afternoon by the broad daylight murder of Bruno Salls Salls the manager of a local dog kennel was stabbed22 times this is the first murder in that town's193 years 恩坚称当下是恶魔附身才会杀了房东 那不是自己 管轮夫妻得知消息后也赶往看守所 难道附身在小男同身上的恶魔 真的转移到恶恩身上吗 He shall receive the blessing from the Lord and righteousness from the God of his salvation right these religious objects would have been enough to provoke an inhuman spirit if there was one present the fact that he can read from the Bible just seals it so what does this mean then I'm just crazy well you're not possessed but that doesn't mean that you weren't and remember that when you challenge the demonic it doesn't act at that particular given time Tony it waits until you are the most vulnerable 恩的女友戴比还有华伦夫妻都深信 她是被恶魔附身才会杀人 但所有证据都指向就是恶恩 他的并护律师能接受恶魔附身吗 you've proven it to the church this is a court of law the standards of evidence are completely different the court accepts the existence of God every time a witness swears to tell the truth I think it's about time they accept the existence of the devil how are you going to convince a jury if you can't even convince me 华伦夫妻费尽口舌 要说服律师辩护 也表明愿意出庭作证 尽管有英国的判决刑例 但要怎么证明是被恶魔附身 难道恶魔可以在法庭上信刑吗 the defense attorney in Connecticut will try to prove his client is not guilty of murder because the 19-year-old defendant allegedly said that he was possessed by the devil at the time of the killing 19-year-old Arnie Cheyenne Johnson with no previous history of violence is charged with the knifing murder of his landlord Alan Bono and claims he was possessed by demons at the time and doesn't remember doing it I did not see no stabbing take place I was right in the middle of it What did you witness? Just a lot of pushing and shoving Then what? And then all hell broke loose The devil made me do it That's precisely what criminal lawyer Martin Manella says he will try to prove when his client comes to trial The nature of our defense is one that has been used in England It's never been used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defense of demonic possession 的确这成为美国史上首宗以恶魔附身为由辩护的案子 但警察官可不吃神鬼这一套 This is a case which the media has and the Warrens have spent a good deal of time publicizing for their own I would suspect financial interest But as far as I am concerned this is a routine to the extent it's possible to have a routine homicide The judge listened to precedence to arguments and then he said that demonic possession is not an acceptable defense It is irrelevant in this case and in courts in the United States It is not a science and he will permit no evidence on demonic possession and devil I felt abandoned I felt abandoned I didn't have the chance to tell the whole truth But they would never allow the truth So felt lost What do we do now 由于警方提出恩妹妹的具名口供 他们看到恩拿刀刺被害人 如果他这么做是被恶魔附身这句话不成立 那事实就剩下他刺伤他 辩护律师眼看恶魔附身陪审团不采信 为了不背叛至少25年以上刑期的谋杀罪 律师建议恩改口 是酒后争执出于防卫 才会误杀了被害人 审判结果恩被依照过失杀人罪 判处10到20年的有期徒刑 他入狱复兴期间 与女友戴笔结婚 并在5年后出狱 珍惜案件更被出版成书 尽管有人质疑 这件恶魔逼我杀人的辩护 是华伦夫妻穿藻编传 但发生了种种超自然现象 让当事人深信不疑 有恶魔的存在